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从不同的嘴型啊 看面向一些特点 如果是上唇后下唇薄啊 这种嘴型的话 大多都能够这个仗义书才啊 很看重感情很义气啊 那么当然这个十色性也啊 性情中人在社会这个男女关系的交往当中啊 这个必然会产生感情 但情的这个心动的时候啊 要发乎情指乎理 所以说这种纯形的人呢 对欲念啊 是这个稍微偏强烈一点啊 这个稍微不是很强烈啊 因为这个上唇后下唇比较薄 那么还有就是上唇薄下唇后 这种人呢 就是欲念过强啊 自自私的心理比较重啊 因此对任何人呢 不是很尊敬很难有知己啊 由于欲念过强啊 这个情指乎于理的这种啊 这种规矩啊 就往往被这个冲破了啊 谈恋爱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人呢 应当要小心啊 这个上唇薄下唇厚 上唇比较薄 下唇比较厚的这种人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拱嘴啊 拱唇啊 拱唇呢 就是上下嘴唇除了均匀之外啊 稍微这个往上突出啊 往上拱这种啊 这种叫拱唇啊 拱起来 就是他这个上嘴唇呢 往外翻啊 翻出来了 像这种特点就有点类似于啊 这种特点也有点类似 拱唇啊 拱唇主情 拱唇的人呢是带人热忱 有侠单 侠甘义胆啊 就是说非常重义气 对于金钱不善于积蓄啊 对于千辛万苦挣来的钱财啊 往往是为了一个义子 而很容易去这个花掉啊 从不吝啬啊 然而这种唇型的人呢 到头来是两袖清风啊 身后萧条啊 就是这个下唇突出啊 下唇突出的有点类似于这个地包天啊 就是这个 他这个下巴啊 往前倾啊 地包天的形成这种形象 那么这个下唇突出或者过后啊 下唇主欲啊 显示其人对任何事情啊 都有非常强烈的欲望 就跟上次我们讲 这个前面第二个讲到的这个上唇薄 下唇厚的啊 种欲望 这个叫倒牙齿啊 欲念太强 过分自私啊 男人主客气 女人主烂爱 就是说这个争操观念比较淡薄啊 这个欲念比较重啊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上唇过长啊 上嘴唇呢 比较长的人呢 这个是我们说这个上下嘴唇呢 要均匀对称 比较好 如果上唇生的过长啊 几乎是掩盖到下唇 非常长 那么这种人呢 是太重感情啊 重情本来是无可厚非 但是情感丰富 往往是自寻烦恼 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啊 更是缺乏信心啊 意志力比较薄弱 爱听别人的话啊 容易受感情和环境的支配 还就是下唇过长 下唇过长的人呢 也是我们说下唇主欲念啊 主欲念 下唇过长的人往往是这个欲念比较重啊 情欲比较重啊 对于爱情 这个往往是这个朝三暮四啊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上唇唇线啊 唇线非常的清晰啊 非常的像这个唇线 非常的清晰的人 上唇唇线 这种人呢 看起来比较漂亮 自然属于这种好的嘴唇啊 那么如果是上唇连接人中啊 在这个笔准下面 口唇之上啊 有如剑形之勾啊 那么人中是观察女子啊 这个子宫之外 而且呢 这个人中不正的话 子宫啊 自然不正常 这个是这个唇形啊 显示一种 这个 一种 这个女人的这个 争操观念呢 也是比较强啊 上唇唇线比较明显的话啊 不容易受人诱惑 那么也是一种贤妻良母啊 晚年可享 轻浮的一种嘴唇 好了 有关这几种嘴唇的特点 就分享到这里啊 那么这里是天阳玄机啊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